密密麻麻的限于编码器机上核等器材占据整个房间 这里是非法道路机房 刑事局清查网路拍卖卖场时 发现有贩售可收看非法有线电视直播软体 晴天TVAPP 经过调查发现 这个直播软体是道路台中某家有线电视的讯号员 经过长期跟肩收正 发现理性嫌犯等人承租空屋作为道路机房使用 时间长达两年 现场清查约有74个频道遭道路 据受侵权业者估算 侵权市值达10亿元 专案小组进一步说明理性嫌犯如何利用机上核编码器与伺服器道路各家电视台内容 另外诚信嫌犯刑则透过各种网路贩售非法 OTT软体出估有3000笔 不法获利至少250万 这些道路的讯号是作为将有线电视频道转换为网路的视讯串流 并将视讯串流的部分分流到云专的空间 供AEP来使用 诚信犯刑是透过各种网路销售方式 例如蝦皮、脸书、社团或者是LINE群组 来进行贩售的一个动作 那它所贩售的非法的OTT的侵权软体 它的销售方式是以一年期为一个限制 那需要花费新台币950元 警方清查它已经有贩售高达3000笔的一个记录 估算它的付法利得获利是新台币大约250万元 刑事局已经将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罪 前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呼吁民众不要使用违法机上盒 或是安装没有经过安全验证的APP观看影片 因为贪一时便宜 不但个人隐私资料有遭到外泄的风险 也会成为侵害著作权法的帮凶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